话不多说,叫咱们来嘿嘿自由地,美国 这段时间呢,关于阿富汗的新闻,那可以说是刷屏了 美国因为自己的误判,现在是导致了阿富汗整个的局势都脱离了原本的计划 并且还在全世界的面前,展现了自己狼狈不堪的一面 堪称是自由国度的耻辱行为 现在美国除了要面对国内各方势力党派的指责 同时还要处理很多的后续事业 比如呢,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阿富汗难民的处理 毕竟人家过得好好的 你美国过去长江大炮给人轰了 你就应该管这事 根据显示呢,阿富汗的难民数量是全球第二多的国家 仅仅次于西里亚 就前几天,难民从飞机上摔下来的名场面 现在回想起来,那还是历历在目呀 众所周知,那伊斯兰教是不吃猪肉的 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富汗难民 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吃美国军队法旺的猪肉火腿场 这叫什么?伤害不大,物性极强呀 再看沙地那边,海地那边的大国印度 那已经被阿富汗难民给整炸了 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啊 数百名阿富汗难民就在联合国难民数 驻新德里办事处聚集呀 就闹事啊 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难民身份 你要不承认,那我们就继续抗议 我们就绝食 就像这样啊 全球仍然有460万阿富汗人处于流亡的状态 其中的只有270万人获得了难民身份 这个拳头,那还是相当大的 对于难民绝食抗议的事啊 我也看了个印度人的评论哈 他们呢就普遍认为不应该接受现在这些的难民 理由呢无非就是印度现在的人呀已经太多了 都13亿了,那真是没有账务啊 还有印度人就说了 印度在人口事业方面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 所以难民应该都被 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富裕的国家接受 反正呢无非就是宗教,人口,贫穷 成为了印度人拒绝难民的主要原因 印度不行了 那咱们再看欧洲 那欧洲因为前几年的难民潮 对难民的嫉妒心理那是相当的大 像相关决策在欧洲很难试试 而美国自己呢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 限制了绝大多数的难民进入美国 曾经拜登还抨击过特朗普这项政策 但是呀抨击归抨击 人拜登上台之后也没改这政策 而最近呢就有美国媒体说了 美国正在考虑用海外的美军基地来临时啊 制撤离的阿富汗人员 那韩国和日本当场就炸过了 好吗 你说是临时就临时呀 韩国人呢就说了 我们大和美国是你们美国的殖民地嘛 史密达 没有我们国民的同意就把难民说到美军基地 史密达 你们这是说的什么规划 好家伙 你们是不是美国的殖民地 你们心里没有点素质嘛 还有嘲讽拜登呢 拜登叔叔呀 你必须得清理你自己留下来的狗屎 为什么要把它交给其他的国家清理呢 哎 老弟 因为你们是美国的殖民地呀 这可能就是给美国当小狗狗的下场吧 当然呢 还有韩国人就说了 啊 我认为这个难民呀 还是去日本比较好 因为那里没有种族启事 日本人一看这个好家伙 日本拒绝 亲夫妻责任 把他们送到美国 就这事啊 我倒是觉得 韩国本来人口问题就很严峻嘛 正好难民去了 给你们生生孩子 那多好呀 大家觉得这难民是去日本好呢 还是韩国好呢 行了 跨论时光总终打赞 希望大家喜悔 欢迎给个点赞收藏 观众转发咱们下期再见